要什麼 從大鍋撈起肉羹 淋上R號的湯頭 醬汁香菜再端上桌 隨著六月天氣漸熱 小吃店內已經開啟冷氣 不過室外備餐區 卻只開電風扇 電費能省則省 因為夏季店家 六月一號正式上路 而且現在電能源幹嘛的 其實真的越來越少了 你不要說很誇張到什麼 一度二十塊 我就覺得誇 誇張到一個不行 現在這麼熱的房間 你說還下不開冷氣 我覺得合理的漲 OK 小吃店業者坦言 一個月會增加七到八百元的支出 不過大多認同使用者付費 還在能接受的範圍 不過國民黨立委 卻已恢復夏季電價是漲價為題 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遭民進黨立委回擊 漲幅從十三%到二十七%這麼高 我想這顯示出來 根本就是對百姓的辛苦 根本無感 國民黨就是沒嘗試 也要看電視 下一月電價並不是漲價 這是從民國七十八年開始 但是我也沒有看過說 昨天會集結束之前 國民黨提出來 希望說政府再延長一年的 鄭宇鵬解釋 夏季電價去年動漲 是因為三級境界 和今年的狀況大不同 而國民黨團在休會最後一天 也不曾提出相關意見 盤點最新補助餐飲業者的方案 原物料方面 銅裝瓦斯動漲到九月底 而經濟部更開放線上申請 業者若規劃行銷方案所需經費 提供50%的補助 最高十萬元 以前才四百多塊 現在都已經要六百了咧 繼續動漲下去 對 電價當然是有幫助 疫後振興多項補助上路 政府要幫助各行業 挺過疫情 藍營卻拿行之有年的 夏季電價做文章 是否真心為民發聲遭到質疑 三零新聞 李維廷文宣宣 台北報導